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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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还是以巴黎为中心 那么时间上来说就是在1950年之前 然后从20世纪初到1950年的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历史上发动了一些历史的变化 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且呢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我们知道希特勒他本来是想当一个画家的 结果呢考美术学院没有考取 结果呢他当了德国的国家元首 但是呢他在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上面 可以说非常的传统 所以对于当时搞现代艺术的这样一些画家们 他很反感 可是呢我们说一般来说你不喜欢一个艺术 我们只是不喜欢没有关系 可是呢因为希特勒拥有权力 所以说他就开始对这样的一些搞现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们呢 开始赶尽杀绝 那么他会把他们抓起来送到集中营 然后不允许他们从事希特勒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很反叛很反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艺术 比方说在德国 当时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院 叫做包豪斯学院 那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设计学的角度来说 包豪斯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设计学的 最早的一个设计学院 开始可以开设设计的学科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 当时的一些教授啊老师都是艺术家 都是属于现代艺术的这样一些艺术家 而且呢这个学院就开在德国 结果呢希特勒上台以后 立马宣布要关闭这个学院 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有一些艺术家呢 他们就想逃离法国 他们要逃离欧洲这一片战火 他们也想寻得一片安身之地 因为希特勒在抓他们 这样呢就有一些艺术家就逃到了美国 所以这样呢有一些艺术家逃到美国以后 他们的就为美国带来了新的 这样的一些艺术的这样的一些气息 而且他又会发现 过去我们讲到的艺术家没有美国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美国的历史很短 所以说美国呢还本土没有一位 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的这样一个画家 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呢美国就很幸运的 大概在1950年以后 他们迎来了大量的从欧洲逃到那边去的艺术家 所以这样后来呢在1950年以后 基本上就是以纽约为中心 他们在美国发展了 后来呢我们也把它叫做后现代主义 但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当然我们从时间上以1950年为界限 可是呢从他们的艺术表现来说 也是很不相同的 那我们说在后现代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会在艺术或者在雕塑在绘画里面 他们加入了其他的观念手法 甚至他们还会加入舞蹈音乐戏剧 然后比方说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甚至融合了现在的 这种新的这种媒体媒介 甚至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些AI技术 虚拟技术的这样一些运用 让观众完全参与到 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形式里面 就观众同时也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他成了创作者 他跟艺术家一样 艺术家只是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装置 然后让这个观众者 也可以融入到这个艺术作品里面 所以这样呢 在后现代主义里面 我们会看到绘画不仅仅是拿画笔 在油画布上画 那么雕塑呢 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看到的 雕塑的石头 铜器 铁器等等 那么它这里面其实融入了非常多的其他元素 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现 所以这样呢我们把它大致地区分一下 叫做后现代主义 好 那么关于这两个艺术的流派呢 我们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区分 我们说某一个艺术 也不一定说我们现在的某一个艺术 它就一定完全只属于后现代主义 可能它即使属于我们现在的当代 但是也许有些艺术家 它会像一些过去的 关于像现代艺术的一些艺术家 比方说马提斯呀 然后比方说蒙克呀 然后毕加索啊等等 他们的一些艺术形式的这样一种学习和表现 那么即使它现在是在1950年以后的当代 但是它的艺术也不一定完全属于后现代主义 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按照在1950年之前 我们今天这个上课 我们讲到的是1950年之前的 关于在现代艺术里面 我们看到看看他们发生了什么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呢 叫做表现派 叫做表现派 表现派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 是挪威的蒙克 蒙克这个画家 那么蒙克这个画家呢 他其实应该来说 他是在后印象派之后 也就相当于是梵高 高跟以及赛尚等等 这些画家之后 他的作品呢 有一点和他们类似的是 他非常强调表现画家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是呢他的变形 或者说在他画面当中所我们看到的造型 变形以及线条 可能相比于后印象派的 梵高等的这些画家 他会显得更激进 更大胆 或者说那个变形呢更加强烈 比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蒙克最著名的一幅作品叫做《辣喊》 也就是这一幅作品 《辣喊》呢其实蒙克画了好几幅 他有用彩色粉笔画的 有油画颜料 用油画画的 然后还有版画作品 总之呢有好几幅 但是呢他不断地在重复这样的一个 《辣喊》的形象 蒙克呢他自己曾经描述过 他自己描述过 他说有一天晚上 他说我沿着小路漫步 路的一边是城市 另一边在我的下方是峡湾 他说我又累又病 停步朝峡湾那边眺望 太阳震落山 云被染得红红的 好像雪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我们会看到在远处的天空的颜色 大家看云彩的颜色 好 他说我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穿过天地间 我仿佛可以听到这尖叫声 我画下了这幅画 画下了那些像真的雪一样的云 那些色彩在尖叫 所以大家看 我们从蒙克的这一段文字来看 我们再来看这幅作品 你会感觉到不光尖叫的是这个人 还包括背后的云 甚至包括他走的这个桥 然后蒙克的出生呢 他其实呢 从我们现在来看呢 他应该是患有一些抑郁的 这样的一些症状 然后在他小的时候呢 这个家庭呢 可以说不是太完整 然后当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 亲人的相继离世 特别是呢 有一个他的妹妹 跟他关系非常好的妹妹的精神失常 然后蒙克描述到 他说他在走到这个桥上的 傍晚的时候 他就听到在这个桥下的附近 其实是有一个精神病院 然后那个精神病院 就会传来精神病人的尖叫声 而蒙克自己本身就有一些受精神折磨 然后在他的情绪状态里 然后加上他有一个妹妹呢 本身精神呢也出现问题 所以当他在家里 以及在外面或者探望妹妹 或者说甚至在这桥上散步的时候 当他都可以听到附近的这个精神病院的 这样的一些尖叫声 所以对他来说 刺激非常的大 好这样呢 他就画下了他走在桥上 听到这些尖叫声的时候 那一刻的自己 然后这一幅作品画出来以后呢 其实受到非常多人的关注 好我们也看一下 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放大图 然后甚至有人呢 说这是美术史上第一副 把声波图像化的表现手法 而这个图像化非常的让人触目惊心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形同骷髅的 这样的一个极为惊恐 极为恐惧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我们来看这句话 蒙克说他坚称 印象派并不适合于自己的艺术 他对描写现实的任意一个断面 也不感兴趣 他要描写的是那种充满了情绪内涵的 且具有巨大的传神力的状态 他说我们将不再画那些 在室内独抱的男人和织毛线的女人 我们应该画那些活着的人 他们呼吸 有感觉遭受痛苦并且相爱 所以我们这里可能也看到 一个人不平凡 或者是挣扎而艰难艰苦的一生 然后也大概在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然后这一幅画作呢 在美国呢也引起很大反向 后来人们呢 甚至是组织了一个叫做 拉罕的组织 然后在这个拉罕 参加这个拉罕组织的人呢 他们在周末的时候 会一起就聚集起来 然后去郊外 找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然后就一起拉罕 然后大家一起发现 实际上呢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 在当时在美国 就这样一个工业化的 这样一个生产的 这样一个极度的紧张 压力和竞争的 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状态下 我们说人的那个压力和竞争 这种精神的这种紧绷的状态 你绷到一个点 它会断 那么所以说用这种 拉罕的方式 人们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呢 来释放自己 然后来调节自己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蒙克的这幅画作 它也就印合了 在当时 人们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而且呢 它帮助人们在发泄 人们内心的这样一些崩满 或者说是一种压抑的情绪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是它 这个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版本 因为我曾经在美国的 好像纽约是现代艺术馆 然后我曾经看到的一个 拉罕版本呢 就是非常的草图式的 草图式的 好 然后下面呢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 好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 然后这是2012年啊 2012年的武汉晚报 然后这报纸我一直留到现在 然后当时呢 是蒙克的 有一幅拉罕被拍卖 而这一幅被拍卖的拉罕 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幅 我们说因为拉罕有好几幅 其实这一幅呢 画的不是太精细 有一点草图的性质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可能有点像 我在美国看到的那一幅 就是不是太精细的那一幅 好 然后结果呢 这一幅作品呢 当时卖价达到了1.19亿 简直是天价哦 简直是天价 然后这是2012年的时候 然后当时呢 有一个呢 关于世界最贵的五大名画的价格 有一个最贵五大名画 当然呢 这个只是当年的 实际上这个最贵呢 我要解释一下啊 比方他这里说 最贵的是这个 保罗赛上的一幅画吧 但是呢 只是说保罗赛上这幅画 卖过了历史的最高价 卖到历史最高价 但是呢 并不代表他就是世界上最值钱的画作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作品根本不可能卖 其实我们会看到 包括毕加索 包括梵高 然后包括蒙克等等 他们有一些画作 能卖的都是 其实质量一般的 因为毕加索其实画作众多 毕加索啊 画了画非常非常多 所以能卖的呢 都是他那个水平 并不最高的 比方说 梵高最著名的那个向日葵 然后放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博物馆里面 国家美术馆 然后放在国家美术馆那一幅画根本不会拿去卖 好 达芬奇的蒙拉尼莎会卖吗 然后西班牙的这个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会卖吗 亚维农少女不会卖 就这些最著名的 他们这些艺术家最棒的作品 是不会拿去卖的 好 好 关于表现派的蒙克呢 我们以拉罕这幅作品呢 给大家做的介绍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野兽派 野兽派其实鼎鼎大名啊 鼎鼎大名 然后野兽派最著名的画家呢 其实应该是马蒂斯 马蒂斯 马蒂斯是野兽派最著名的画家 而且呢 其实马蒂斯的成名比毕加索早 在毕加索二十多岁的时候 立志于要在艺术界闯下一片天地的时候呢 他去到法国 结果一去到法国呢 他发现一个呢 他当时个子很矮小 然后他的法语呢 说的又不是很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马蒂斯 马蒂斯的光环非常的耀眼 然后他当时看到马蒂斯的作品呢 很受人们的追捧 而且非常的前卫显得 然后毕加索当时看到马蒂斯很羡慕 他心里就暗暗地说 他说有一天我一定要超过马蒂斯 好我们看看 马蒂斯所创立的这个野兽派 好我们说野兽啊 野兽这个词特指色彩鲜明和随意涂抹 好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梵高 我们会看到梵高的画作里面 野色彩非常鲜明 非常大胆 也包括厚图法 然后他留下的那些笔痕 印记 然后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可是呢野兽派居然还更鲜艳 颜色更亮丽 然后他采用这种方法 几乎要引起四网膜的震动 几乎要引起四网膜的震动 然后来调动一种浪漫或者神秘的主题 好为什么会叫野兽派呢 其实呢也是贬义 那么当时呢 马蒂斯他们这样的一些野兽派的画家 他们呢为自己举办的画展 结果呢当时后来有一个报社的这个记者就看到 在那个画展的中间有一个很古典的一个 唐纳太罗的一个雕树放在中间 然后旁边的野兽派的画作全部色彩非常的鲜艳 结果呢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感觉唐纳特罗被野兽包围了 实际上就是因为色彩太鲜艳太大胆 好大胆到什么程度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两幅作品 一幅呢是马蒂斯画的德朗画像 一幅呢是德朗画的马蒂斯画像 他们俩互相画对方 好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过去看到有把这么鲜艳的色彩 用到表现人脸的肖像吗 没有吧 我们即使看到梵高的自画像 我们说他的用色已经很大胆 那么在人的脸的皮肤上 他会有黄啊蓝等等这样的颜色 可是呢却没有像野兽派的画家 他甚至你觉得这种红黄蓝这些颜色 几乎没有调和 从颜兽管你挤出来 他甚至就直接涂抹到了画面上 而且涂抹到了人的脸上 所以给人感觉到简直触目惊心 然后大家觉得哇这人怎么可能这样画 简直乱七八糟 然后又完全没有形象 而且呢整个画面没有立体感 大家看一下 他非常的颠覆于这个前面 这个达芬奇所创造的那个三维的 在二维平面表现三维立体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一下野兽派其他作品 所以说呢色彩鲜艳 以及画面的平图 是野兽派的一个大特点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马提斯 好我们还是以他的作品为主 来给大家做介绍 好我们现在看一幅 这一幅作品呢叫做红色的和谐 我们可能很少在画面上会看到这么大量的红 对吧 然后我们甚至看到桌子上的红 桌面的红 以及背景的红 你觉得它有区分吗 它没有透视 因为它完全没有透视 我们只是从这边好像有一条线可以看到 看到一点这个区分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空间 你觉得完全是平面性的 好然后我们看窗外 窗外的颜色 居然是大片的绿色 那我们说窗外有草地啊 有绿色啊 很自然 可是呢这个绿配合到这里大面积的红 我们看红和绿的颜色 红配绿 最典型的一个互补色对吧 互补色 就是这两个最极端的两个颜色 居然在画面上大面积的呈现 好然后这幅作品呢 叫做红色的和谐 叫做红色的和谐 好 马提斯是这样看待的 他说不论是和谐的色 或者不和谐的色彩 都能产生动人的效果 他还认为色彩的选择 应该以观察 感觉和各种经验为根本 色彩的目的是表达画家的需要 而不是看事物的需要 好那么马提斯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他追求一种 用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的 极为鲜艳的色彩 看上去好像是不和谐的 很不常见的 可是呢他又在追寻一种和谐 他在追寻和谐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同时画面呢 黄色呀蓝色呀 然后包括人物的黑色 这些都在起调和作用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 马提斯其他的作品 好在这里呢还有一句话 他说我想用色块进行创作 我要像创作出的 我要像作曲家组合和和声那样 来组合这些平图的色块 所以你突然觉得 他有点像一个音乐家 在调动不同的音符 然后让这些音符组合起来 然后尽量的去协调 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其实马提斯也在做实验 他在做色彩和谐的实验 好我们看这两幅 其实看上去这两幅 虽然色彩也鲜艳 但是你觉得好像比前面的红色的和谐 更和谐 对不对呀 好我们看这里面啊 五颜六色 以紫色为主的紫色的衣服 甚至还有条纹 我们看长长的很明显的条纹 然后呢加上背景的其他的 这样的一些五颜六色的颜色 非常具有装饰味道 然后包括这一幅也是 好了到这些作品 我们会看到画面完全呈现出平面性 完全是平图的这样一种效果 好马提斯说 颜色的选择不是基于科学 像在新印象派那里 他说我没有先入之间的运用颜色 色彩完全本能的向我用来 好前面我们会讲了新印象派 我们说新印象派也是点彩派 修拉记不记得啊 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 那么是当时科学家发现了一些 关于色彩的组合的这样的一些 新的一些规律 但是呢马提斯说 我不是 我凭着本能 而且我本能的去感受这个色彩 细力敏锐的去捕捉这个色彩 所以不是我在挑选色彩 而是色彩涌向了我 我特别喜欢这个涌来这个词 这个词翻译得特别好 好我们再继续看 到这两幅我们看一下 这个色彩是趋于平和 趋于温暖 趋于宁静 好马提斯自己也说 他说他从原来追求动感 表现强烈 无拘无束的观点 渐渐发展成追求一种平衡 纯洁与宁静的感觉 好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说 是别人来形容的 那么确实呢 从这两幅作品里面 我们感受到的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温暖 温馨 这样的一种表达 但是呢 马提斯的风格 并不仅仅只停留在 我们前面讲的 野兽派的这样一个 大师的涂抹 包括前面野兽派 那个颜色太过鲜艳的时候 甚至有人形容说 哎呀不行啊 他说我看马提斯 看野兽派的作品 我要戴墨镜 因为颜色太鲜亮了 他说我没有办法直视 这么鲜艳的大块的颜色 所以他说我甚至想戴墨镜 就有这么感觉 好这点我们也看到 马提斯其他几幅作品 其实这两幅线描作品 我很喜欢 我们看这两幅线描作品 好你看上去虽然就有点像 我们现在剪笔画 对不对 可你仔细看这个线条的走向 以及包括他的简洁性和准确性 非常棒啊 这两个作品我很喜欢 好后来马提斯呢 在他趋于晚年的时候 在他趋于晚年的时候 他身体状况不太好 最后甚至是卧床 然后呢就不能够起来 像过去一样用画笔做画了 结果呢 因为虽然说是这样是限制了 可是我们说艺术家是没有办法被限制的 我们前面提到莫赖 莫赖即使因为白肋上 他的眼睛你看不清楚东西 可是呢 他记住了颜料盘上的 这个颜料的位置 然后他继续做画 好 凭着本能在做画 对不对 那么马提斯也是这样 即使是卧床不起 可是呢 他又发展了一个新的 或者说新的 用新的风格 用新的表现形式 来表达他对艺术的追求 好 这里有马提斯一句话 他说我 我所梦想的是一种平衡 纯洁 宁静 不含有使人不安 且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 对于一切劳力工作者 无论是商人或作家 他好像一种抚慰 像一种镇定剂 或者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 可以消除他的疲劳 那么马提斯力图的 使自己的作品 其实是有疗愈作用 我们看到 当然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体会到 在艺术面前 我们感到平和 感到平静 或者说看到艺术家的 体验的经历的人生 他确实可以对我们 有疗愈作用 对吧 好 那我们看看 马提斯在后来 所创立的一些 新的风格 好 我们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 叫做舞蹈一 当然还有舞蹈二 其实舞蹈一呢 也在一个 也在一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那么马提斯呢 用非常简洁的平图的手法 然后加上线条 然后描绘了一个 我们会看到 一个流动的 极具动感的一个 正在舞蹈的场景 但这个场景又被简化 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版本 应该是下面这一幅 我们看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 应该是 好像是叫做舞蹈二 好像是叫做舞蹈二 我们会看到这一幅 比上一幅更具有动感 更简洁 非常非常有动感 我们看每个人的人物姿态 然后这些人物姿态 他们连接在一起 他们用一种非常自然的 又很律动的方式 连接在一起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有马提斯所 好 这里是别人所描述的一段话 也就形容 马提斯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创造了一个很奇妙的空间 你会觉得这个空间 看上去是镜子的 可是这里面的人物 却是在动态之中 好 在这个画里面 我们会看到 这个简化是不是越来越简单 在这个画面里面 色彩开始单纯 没有像前面那么的鲜艳 或者那么的丰富 但是呢 人物的形象等等 我们会看到极为简练 所以这样呢 马提斯呢 也后来呢 因为他的卧床不起呢 他就发展出一个 更加简单 更加纯粹的 那么所以这些呢 也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一个艺术风格发展的 这样一个过渡 好 我们看下面的作品 这就是马提斯 在卧床不起的时候 他开始拿起剪刀 他放下了画笔 可是他拿起了剪刀 开始剪纸 他把纸上涂上颜料 然后就直接 草稿 绝对不打草稿的 他就直接用剪刀开始剪 结果呢 他就剪出了 最后我们会看到 甚至剪出完全几何的形状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完全的抽象的表达 只有色块 只有色块 好 最开始呢 甚至用一些边角余料 在进行实验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 他又发展出一个新的美感 让我们看这一幅 前面的舞蹈的人 变成了剪子的人 变成了剪影 好 他说 奴隶式的再现自然 对于我是不可能的事 我被迫来解释自然 并使他服从于我的画面的精神 好 这是马提斯所追求的 然后我们会看到极简的表达 这个时候画面上只有一种色彩 或者说加上背景 加上底图 也就两种色彩 他的色彩反而区域单纯 但是我们看看人物的形态和动态 非常非常的优美 所以这样呢 他创立了 他用剪子的方法 然后呢 融入了这样一个新的艺术风格 好 之后呢 他在装饰风格上继续发展 好 我们这里看到不同的舞蹈的人 不同的舞蹈的人 都很有美感和动感 大家看一下 也极为的搓向和简化 好 很美 很优美 很优雅的 好 我们这里看到呢 马提斯的色彩 对于现代的时尚界 潮流界 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这是我在马提斯的一个 BBC所介绍他的一个影片里面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包括汽车车身的颜色 然后包括的包括的这个英国的一些男装的设计 包括颜色的变化 运用 是男装从传统的那些很少量的颜色里面 会运用到服装里面 甚至男式服装 我们会看到 好 包括女式服装 女性的呢 就更不用说 所以说他的这样的一些 包括我们看到心条 图案 还有颜色的搭配 然后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们采访了很多时尚界的设计师 包括伊夫森洛朗朗 包括伊夫森洛朗 然后他们都非常喜爱马提斯的作品 甚至从马提斯的作品的色彩配色里吸取灵感 我们会看到 包括自行车 这个水壶的造型 然后我们看这里啊 他们说马提斯 他的这个史内尔这个蜗牛啊 甚至爬进了伦敦的2012奥运会的绘标中 然后这个绘标的设计 其实和马提斯的一副作品 蜗牛非常非常的接近 和那个蜗牛作品 你们绝对可以看到马提斯的影子 然后甚至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小兔的影响 然后当时他们去采访了 画这个漫画 就设计书这个原创这个漫画的 这个小兔子的这样的一个作者 然后那个作者呢 当时就拿出了马提斯的画册 他说我是从马提斯的作品当中呢 得到了创意和灵感 好 马提斯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这样的一个剪子 继续的发展 然后后来呢 他甚至在植物呀 叶片呀等等 然后极简化的装饰手法 非常简化啊 非常简化 好 这些继续发展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呢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个设计 好 也是在这样的一些图案的设计的基础上 大家看到 好 它极简但是它极美 实际上这些呢 都用在了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装饰风格 或者是一种装饰化 所以说基本上野兽派呢 应该是开创了我们这个装饰化 或者说影响了我们现代装饰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派别 好 这些都是 然后在马提斯晚年的时候呢 因为当她病得很重的时候 她被一位修女照看 然后这位修女呢 后来呢 她就被这个修女所感动呢 因为在他们家附近 当时她和马提斯住在尼斯 然后在尼斯的这个附近呢 然后这个修女呢 就他们要建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教堂 或者说好像甚至是维修吧 或修复那个小教堂 这样呢 马提斯就为了感谢这位修女对她的照顾 然后她就重新设计了 这个教堂类的装饰 然后我们来走进去看一看 她有一些什么样的装饰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她设计的这个教堂的彩色玻璃窗 我们前面讲 哥特式教堂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过彩色玻璃窗 当时我们说那个彩色玻璃窗是傻子的圣经 然后他们在玻璃窗上描绘了圣经故事 描绘了非常多反腐的圣经故事 也很漂亮 好 可是马提斯 因为他是野兽派呀 他把野兽派的风格 融入到这样的彩色玻璃窗里 大家看 非常漂亮 而且临近 非常临近 然后整个这个教堂进去的时候 我们看 色彩绚丽 然后这是当时那个主持人 就带着我们走进他的这样一个小教堂 走进小教堂 然后包括教堂墙壁上的绘画 也是由马提斯所画 也是他画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样一些树叶形状的彩色玻璃窗 哇 特别特别漂亮 整个教堂进去虽然很小 但是就感觉到特别美 然后过去我们可能习惯了 看到的那种很宏大的这种哥特教堂 但是实际上呢 在这样的一个 马提斯所设计的这样一个教堂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好 那么今天呢 关于野兽派的介绍 以及包括前面我们介绍了关于表现派 那么关于这个西方的现代艺术呢 基本上也是在1950年之前的 我们主要呢 给大家有介绍了 在这个单元里介绍两个 然后在下一堂课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的艺术流派和风格样式 好 谢谢 谢谢大家